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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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午的时候 因为那个是一个 我们始终虽然他有工作 但是始终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种生活状态 所以我基本上 每到一两个小时 我就给他打一次电话 但是到下午的时候 我就打不通了 王维宇那天在公司门口被绑架 带到了北京大兴的法治培训中心 这个法治培训中心 是团和劳教所改装的 专门被用来对付法轮功 五六个标情大汉 一脚把门踹开 他们要制造那恐怖氛围 踹开门 然后上来之后 要抓什么 现行反革命吧 就喊着那口号 然后用手抓着你的 那两个胳膊 一撅起来 那头基本上就快到地上了 一台另外一只手的话 你那个脚基本上要离地 然后就推着就往前走 你根本就是不能自主 设想过一万回 也不如你经历一次 就这种真切的 就是你身边最亲密的 就跟你最亲密的人 突然就消失了 而且你不知道在哪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很多人就打的时候 他跳起来用肘目击打头 当时我就感觉到很悬晕 然后他们其中有个头说 别这么打 你这么打的话 审讯就不用审讯了 这人就被他打死打晕了 审讯什么呀 所以还是得用电棍 他电棍直接放在脖子上 打开那个电门 就不离开了 一直到这个电没有了 全部放光 然后完了之后 他感觉这个 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征服我 他们觉得很生气 他们就把那个电棍 直接接在枪上的220弧上 他把你每个手指都放进去 每个手指都挨着电 全身上下 全部电 脖子什么 全身 几乎都电 电完之后 他们还不过瘾 就摁着以后 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电棍 直接从背上 背上 那个不是有热 旁边有很多 那个尖胛骨底下 很多肉 把那个 把那个 那个电棍啊 他头儿为了放电 是尖的 直接啪就给插到 你那肉里头 然后放电 就是电棍已经在肉里头了 他在放电 他们这样奠击他 是想让他说出别的法兰功学员的情况 但是 就在王维宇已经被打得快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依然记得对于超的承诺 当时只有王维宇一个人工作 他一个人工作呢 供我们其他人三个人这个生活 因为他工作他就就是在在扶在表面上呢 别人就可以找到他 是吧 他对我们这么说 他说 如果我被抓 我会给你们24小时时间转移 超过24小时 你们的安全我就不再负责 当时我听得其实心里很佩服 因为 我觉得他这个是面对现实在说话 他不说任何豪言壮语 只说我给你24小时 我不敢做出这样的许诺 因为我知道在刑讯中 我不知道我能扛多久 我没法说我一定能扛24小时 当他说他一定要扛24小时的时候 他已经豁出所有一切了 实际上是 当时有一次 我就已经到了这个嘴中 那个话 就是到了 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在什么地方 他就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 就这一句话 那个话都到了我嘴边了 那时候确实是 已经到了生理的极限 因为当时后来 他们已经看到我这个人 就是开始就是脸色变得 就是白了 然后那个虚汗 一下子就是这个人 一下子就变得就是 突然他这个汗啊 就像那个水一样往下走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这个身体的这种收敛功能啊 已经处于稳乱了 这人就 他们觉得人快死了 那时候他们就住手了 他说先被打了这个人 先给他喝点水吧 这个人就是说 缓缓再打 这样打肯定得死了 就在那个时候 我还能觉得还能请得住 他们看这个人也不行了 他们说你唱首歌吧 跟他就先不打了 这意思 当时我说我不会唱歌 他说你会干什么 说我只会被论语 他说那你就被论语吧 他当时他们也不管 他就觉得 你就要能反过劲来 不死在这就行 于是我就开始被论语 我刚开始抓我的时候 当时我确实我内心啊 因为作为学生来讲 没有见过这种残酷的阵势吧 没见过 我这次 我就被打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恐惧 心里头啊 还是害怕 但是到了后来 打成这样的时候 真的也不害怕了 于是我就很冷静地去背这个法 非常清晰地 一个字不错地把背 背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这些人啊 这么做是有罪的 我说不能让他再这么做了 所有的人都去睡觉 都困得不行 不能让他再打人了 这时候呢 等我背完的时候 我看到所有的人 都躺在地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 然后我就给于超打电话 因为当时于超和那个 他们夫妻俩 就是跟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于超就跟我说 建议我马上离开 然后我当时当然就把我 露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就包括我的证件 我的所有的就是 比如说钱啊 然后还有大法书啊 这些最主要的东西 全部打了个包 然后就到了于超家 出来以后首先到我们家 当时呢 真的已经是 就直觉吧 那种黑色的肃杀之气 就跟着他一起来了 然后呢 那个萧芹说 他还有些东西想取 我当时 就是我心里说 我说那都那么危险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取呢 就是我就问他 我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那个是那个海鸥 海鸥相机的镜头 我心里呢 又感动啊 还又那个什么 真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 就是在这种非常艰险的时候 才能看出 人和人之间的 真正的关系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那海鸥摄像头啊 因为王维宇在那个 业余时间最大的一个爱好 就是摄影 实际上王维宇被抓了 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啊 但是萧芹还希望 能把他那个摄像头取出来 不是摄像头 就是镜头啊 到那么危险的地方 给取出来 后来呢 我虽然心里 其实当时我并不希望他去 并不希望他去 但是最终 我也没说什么 我说那你就去吧 就是这样 因为一个人总有他真是的东西 你说对不对 而且你说人活着为什么 不是总为了吃为了穿 我觉得 总有那些真实的东西 使得你可以放弃一切 我觉得 那如果萧芹愿意去取那摄像头 我也愿意就冒着危险去帮他 萧芹和于超夫妇 约好取完东西后 通过呼机约定见面地点 但是当他回来 在路上的电话亭 给他们打呼机的时候 却怎么也等不到回电 我当时在公用电话亭 拨完了号码就远远地躲在那个墙后面 等着那个电话响 就这样等了大概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我记得大概这个都没有等到 然后我实在是难以置信 我觉得不可能他们会出事 但是还是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然后我就拖着我的箱子 再去想办法去找我的落身之处 于超夫妇在萧芹离开后不久 在小区门口被抓 于超被送到派出所当天 也被运到法制培训中心 在那里 他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 不让任何人和他接触 这样持续了一个月 我8月13号进去 应该是9月12号或9月13号 大家有10个人左右 就进到这个屋子里开始打我 然后左右开工的抽耳光 使劲打呀 使劲那什么 这个反关节的折我的左臂 然后用这个脚 蒙踩我膝盖向内侧踩 这样的话 就是膝盖向内侧弯折 是非常疼的 他边打呢 边破口大骂 就是 骂的就不开始玩 他们这个不像电视电影里 就是你要说出点什么 不是 他就是要对你进行尊严摧毁 进行尊严剥夺 人格摧毁 实际上就要这么打你 那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并不因为痛苦 他会感到羞辱 对吧 这个羞辱 它是和是非相关的 你做对了 你感到光荣 你做错了 感到羞辱 痛苦仅仅是我的痛苦 不是我的耻辱 是吧 那耻辱的应该是他们 事实上 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不敢说 这本身就是 什么名字 他不敢说 对不对 那我就是 问他 我说你 干这活 你妈知道你干这活吗 我就是用现在这个笑容问他 从这左右开工 猛抽我的脸 就是 我说你交女朋友了吗 他一边打 我一边跟他聊家常 聊闲片 前面压着我的时候 经过关于超的那个房间 他们放的那个震耳欲聋的那种摇滚重金属音乐 跟他绑在一个地方 上面就放了非常响亮的那个露音机震耳欲聋 也不让你睡觉 就天天的给你补放这个 避风你 最后呢 他们给我那个捆到床上 捆到床上以后呢 就拿起来一个床板 床板以后呢 就是一个光的床板 木头 他们把我左右两只脚啊 给那个什么 给那个那个栓上那个白布条 扯开了 捆到床的两边 左右两只手呢 是弄上那个那个手铐 给靠到这两边 腰上还弄了一个绳子 他已经把我左臂啊 反观点给绝伤了 我左臂当时只能这么呆着 他猛这么一弄 那个给我疼呗 我就这辈子就没那么疼过 捆直了以后 当时我就想 我说 再过半天 我就求饶了 当时我就这想法 就等半天以后 我发现这已经逐渐晃过来了 我遇上你再等一天 就这样啊 我扛了将近100天 你知道吗 他们也没想到我扛那么久 我也没想到我扛那么久 但是最终我什么都没说 到2002年为止 清华大学大部分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 不是被捕入狱 就是被迫远走他乡 他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残破的家庭 这些残破被周围的好心人费尽心思弥补 因为当时呢 我和我夫人都被抓了 所以呢 家里孩子呢 我小舅子我岳父呢 他们又不太会照料嘛 所以当时呢 有一个女同修 她呢就主动地说呢 说把我们这个孩子啊 接过去这个抚养 那这个抚养的这个同学呢 她还写了一本这个抚养日记 就是把这个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啊 都记录下来 所以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抚养日记的时候呢 都特别特别感动 小小白花 蓝天之下 婴和哀歌 不见爸爸 风呀云呀 我姓爸爸 生在天涯 想着我呢 小小白花 蓝天之下 婴和哀歌 不见妈妈 孤灵酸苦 我不会怕 只带雪花 一起回家 好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2002年 中国东北发生了局势震惊的事件 3月 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八个电视台 插播法轮功真相片 十五十万人同时看到 年底插播的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 最高达18年 那个冬天特别冷 当时听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 我就感同身受吧 因为我自己的亲人也在监狱里面 那年的北京就是非常的冷 在后来王宇放出来以后 我才知道他在监狱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穿着 他被抓的时候穿的那一套 上班出差准备出差 穿了一套衬衫和衣裤 单衣 就是也不让洗漱 也不让也没有冬天的衣服 我就这样抱着腿取暖 整整一个冬天 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 真的永远停留在了 他们被抓的那一刻 因为无论是王维宇 虞超还是萧晴 都在努力保持一种特定的心态 对于自己的过去 他们有选择地忘记 也有选择地记住 我不想这个 我主要的每天呢 我主要是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我还会被多少法 那里边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当时给我自己的这个愿望就是 绝不要被他们所改变 我只能改变他们 而不能让他们改变我 这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关键 那么为了达到这一步呢 我必须也会被法 我每天呢就回想 我就是能够回想起来的所有的法 然后把它编成一个顺口溜 就是把每一个字 第一个字都顺口溜记下来 这样的话 我从每天从第一个字 就是一个字代表一首诗 或者一个字代表一篇文章 每天我坐那儿就被 就是末被了 然后抓紧仪器的机会 碰到其他同修 就问问其他同修 还没有就是被转化的同修 就问他你们知道新经文吗 这是我最关心的件事情 我见过很多残酷的事情 我见过很多大法弟子 被迫害以后的样子 最开始的时候 很多照片是我送出去的 我在当时去接待他们 去给他们安排住处 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把情感和这个现实隔离 否则我很快就精神崩溃了 很快就精神崩溃了 当你亲眼看到 一个人的脚 从这个 就是上半部分脚 全都背中成黑色的时候 他只能用脚跟 挨着地走 因为他们把他的衣服 基本全都剥光 男性 用血从小腿往下埋 然后用脸盆盛上白酒 把他上身衣服全都扒光 一点一点的用白酒浇他 白酒掺水浇他 浇一整夜 而这是在黑龙江 严冬的夜晚 他的脚完全被冻坏了 那个冻伤和烫伤的感觉 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 疼得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就在这种情况 我需要让自己 就凑近这个脚去检查伤势 我需要去看 这些东西实际上 虽然当时我能够 就是很平静地对待这个 我必须平静 如果我不平静的话 这些消息就没有人报出去了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但是 觉得我内心的伤痛非常的深 还有女性同修 遭受的性折磨 第一例在 北京大北窑桥下 被警察强奸的 那个女性大法弟子 是我安排 我帮助他 见那个国外记者 我为了不让他 感到他进一步的那个 窘迫吧 我就请 直接和他接触的 全是女性同修 那是我当时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后来我也没有 真正能帮上他什么忙 你知道 人生在世对我来说 一个特别大的痛苦 是什么吗 非常大的痛苦 到现在难以化解的痛苦 是什么 就是我想帮一个人 但是没有能成功的帮他 我想伸手 但是我没能力 这比我自己 遭受痛苦 要痛苦的多得多 实际上是 当这些事情 长久的 很多的积累在你心里的时候 那当时我在监狱里 我所做的事 我一遍一遍的脑子里过 我不让自己的脸扭过去不看 相反 我要把目光就定在这个世上 我告诉他 我说虞超这些事曾经发生过 你别忘了 他们死了 你还活着 你还在做点什么 所以你要坚强 所以有的时候 我回想我自己 我能 我的心没有被疼罪 我觉得是个奇迹 实际上是 和虞超夫妇分手后 萧晴最终没有被抓捕 他在一家香港小公司里 找到了工作 一干就是八年 而虞超和王维宇所做的 联系外国记者的事情 萧晴一天都没停 就接过来做了 他和其他 清华法轮功学人一起 多年来 一直设法营救 被关押的同学 2013年6月 他来到美国 2003年9月 刘文宇出狱 2005年8月 来到加拿大 获得加拿大 卡尔加里大学 全额奖学金 攻读博士学位 2005年12月 黄奎出狱 2008年3月 来到美国 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 全额奖学金 攻读博士学位 2010年1月 孟军出狱 2012年7月 获得澳洲 昆士兰大学 全额奖学金 攻读博士学位 2010年4月 于平出狱 2013年4月 也获得澳洲 昆士兰大学 全额奖学金 攻读博士学位 2011年2月 王维宇出狱 2013年7月 来到美国 2012年2月 虞超出狱 2013年5月13日 和家人来到美国 我第一次见到王维宇的时候 我觉得我 马上就跟他 大大的拥抱 但是他发现 他还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看到 他明显的脸上 或者说身上被 因为折磨 被迫害 出现的那种 伤疤什么的时候 心里面 感觉到一种安慰 包括看到 虞超的时候 也是 就会先看一眼 他到底 有没有留下 什么伤疤 他们当时 在被迫害的时候 但是 尤其他的同修 把他们被 在监狱里边的 那个经历 反映到 那个国外的 网站上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会哭的 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的 所以是看到他们的时候 第一就会看他们身上 有没有伤 2016年5月13日 法轮大法传世24周年 全世界 有100多个国家的人 在修炼法轮功 转法轮 被翻译成了 38种文字 与此同时 中国大陆 20万民众 控告发起 镇压法轮功的 中共前总书记 江泽民 其中包括 33名当年的 清华师生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18岁 我请我们班的班长 我请他制了一方印 就是周文道 稀死可也 当时我把这方印呢 带在我所有的 那个书本上 书的飞页上 我想知道道是什么 这个世界到底 还有没有道 如果有它是什么 我真的想知道 如果早上知道 晚上死了 我真的觉得值了 那么让我高兴的呢 就是 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 真正地认识了 生命的意义 也尽我所能地 要用我的生命 去实践这个意义 我觉得作为一个 生命来讲 它总是有一个组成 而我认为 我这个生命的组成和元素 应该是正的一个元素 那么它应该是 符合真善人的 这就是对我自己 生命的一个诠释 如果我背离的 这个真善人 就等于背离了 我自己的生命 就等于去扼杀了 我的生命 能够同化这个真善人 那就是我生命的意义 那就是我一定要 做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很惊讶 我很惊讶 包括那个像孟军 还有那个黄奎 黄奎是后来的了 孟军他们来的时候 我也比较惊讶 因为我觉得像王允那样的人 一路通畅 他为什么来修炼呢 他这么浪漫的 或者追求生活的这种质量的 好像现在的一般的人都会这么想 怎么会突然对修炼感兴趣了呢 这个人难 珍贵就珍贵在这儿 就是说他一方面非常淳朴 一方面那些那个就是 那些实际上属于高难度的 左右局势和左右人心的那个技巧 他要都知道 他要都会 而他还能有一颗悲悯之心 去体谅 他完全可以左右你 你知道 但他却同情你 这个点是太难得了 他个子要比我高 然后他这个块头比我大 这个就唱着这么豪爽的歌曲的话 他肯定是这个 我想他心里边肯定挺豪迈的 看见我旁边过去 这个是个小学弟拍一下 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特别想 你又能做成的 而是说你真正把你自己 个人的那种因素放下 而让这个事物本身的特点突出出来 或者说你把你的心 放在别人身上 你希望别人能够接受到 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时候 那他真的能够接受到 那肯定就会失去学业 失去前程 当时的念也比较纯吧 就觉得那些都无所谓 都是因为法轮功大法 它是最好的 修炼法轮功以后 我觉得我真正的幸福 来源于我 对我的生活的目标 是为了他人着想 完全为了他人的一个生命 我不是现在以为 我从来都认为 我是最爱国的 那批群体中的议员 因为我可以放弃我的一切 去说一句真话 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做到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国家一定会强盛的 就会帮助到 参与您的想法 拼 参与您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